提起华为,人们不禁会想到最近华为被封锁的遭遇,现在针对华为的禁令已经开始实施,华为的处境十分困难,而就在禁令发布过后一天,华为就推出了它的首款游戏本,荣耀猎人V700,那么,这款诞生在华为危难之际的游戏本到底如何呢? 快来一起看看吧,荣耀猎人V700游戏本配备了一块16.1英寸的屏幕,支持144Hz刷新率,分辨率为1920x1080,并且还支持100%sRGB色域,这样的屏幕素质是每一台游戏本都应该做到的,但是荣耀猎人V700的屏幕对比度达到了惊人的1000比1,这样的对比度能够让玩家拥有更好的视觉体验。 在配置方面,荣耀猎人V700游戏本拥有三种不同的配置可供选择,最低配搭载的是i5-10300小时处理器,搭载GTX1660Ti处理器,并且支持16G内存和512G固态。 最高配则搭载了i7-10750小时处理器和RTX2060显卡,支持16G内存和1T比固态,售价在7,499-9999元之间。 这样的价格对于一台搭载RTX2060显卡的游戏本来说,算是比较合理,除了极致的性价比之外,荣耀猎人V700也有着自己的设计。 就比如荣耀猎人V700上搭载的专属Hunter键,支持一键回路,并且还可以一键开启狂战模式,让电脑更加适应在高负荷情况下的运转,从而让玩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,并且在开启狂战模式之后,覆盖在外表的RGB灯光可以实现全机身RGB灯光联动,在视觉上给人很大的冲击。 作为第一次做游戏本的华为,在荣耀猎人V700这款游戏本上可以说是大刀阔斧的向前进,荣耀猎人并没有选择一些入门配置来作为华为游戏本的首秀,而是采用了目前性能较高的旗舰级显卡,这也说明,无论是华为还是荣耀,对这款荣耀猎人V700都是信心满满的,而更高的性价比也成为了荣耀猎人V700的加分项。 那么,你对华为的首款游戏本是怎么看的呢? 感谢观看